抬头看去原本白色的水泥护栏全都变了样 脏屋严重早就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细子区长江街沿着高速公路旁 沿线有一整排的水泥护栏 只是时间一久长青苔脏屋 晚上视线不好 转弯处容易插撞到 而且也影响景观 地方一直希望能够改善 因为我们县长江街 从那个233号开始到那个县长路二段 到了寒洞口这一段的长江街的那个护栏的沿线 非常乌黑暗脏脏乱 尤其晚上的时候那个视觉不好 那就是说我们长江街一直到县长路口 这一段外侧的RC护栏算是长期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细脂多余 那很容易就会长青苔 然后就会有一些不美观不雅观 甚至是到影响用路安全的状况 因为这条路其实晚上呢 相对的比较暗一点 那车流量没有那么大 但也是因为这样 其实晚上很多车子开的那个速度也比较快 在结果成情后 立法委员赖平渝就邀请了高工局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不但沿线一整排的水泥护栏 都已经斑驳脏污 晚上还影响行程安全 所以会刊也要求清洗改善 这段的那个沿线的护栏 他那个断长也承诺说 在那个十一 本年十一月三十号之前 把这个沿线的护栏 污黑这个战乱的问题把它改善 变为干净 然后四节往上人车比较安全 在会刊讨论之后 大家也达成了共识 以水刀清洗护栏 并且在转弯处加装荧光警示标志 景观变好 行车也更安全 高工局也预计 在今年十一月底前改善完成 加上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